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哥你可以抱我问他 这个奶奶刚刚在吃 有吗 泰国的槟榔 泰国的槟榔 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槟榔叶吗 可是这个怎么像我们路边 扫的那个树叶 是弄干的 晒干的 啊这个是什么 这个 咬这个就会出来 红红的就是咬出来 所以他们是 他们是三个一起咬 他们要三个一起咬 这个是槟榔 这个时候会分了 这个是 槟榔不是果实 槟榔不是果实吗 槟榔不是果实吗 槟榔 核心的槟榔 核心的槟榔 我们请这个 吃槟榔的奶奶 给大家看一下 嗯 嗯 给大家看一下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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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面粉 那是葡萄 这个下角比较好发 暖� ż晓 比較好保持你這樣子 好像說是養這個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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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保護牙齒是嗎 對 我知道了 保護牙齒 他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在我們台灣吃檳榔 你不會注意啊 你也不會像什麼 特殊的那種東西 會直接掉下來 他變成說 因為他這個東西本身是有刺激性的 所以像我們在台灣吃這個的人 他不會蛀牙 可是 他久了之後就容易會有像台灣那種 一些疾病出來 可是 牙齒不會爛的意思 可能就是不會蛀牙 我懂了 就是 有點像我們在吃甘蔗 訓練這個 咀嚼能力這樣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他們這種冰藍 好像比較 比較天然 比較不像牙齒 他沒有加石灰 對對對 他是紅灰 就是台灣加的這個石灰 比較容易傷害我們的房子 然後他這個加紅灰 然後這些甘草這樣子吃 好像反而比較不像牙齒 大哥你可以問他 就是吃起來是什麼感覺 什麼味道 等一下 好像是給他吃了 就是 他這個麻麻的 麻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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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體會熱啊 會熱熱的嗎 會熱熱的嗎 不會 不會 所以吃 麻麻的 麻麻的 所以 所以吃起來也有點像是 這種 哈 哈草的感覺 哈草 草食系的這種感覺 這樣 阿那這個是應該是 冰藍 你們看台灣冰藍是 一顆這樣嘛 對 對 泰國冰藍的大顆 他應該會撕下來 這個食物 啊對不對 因為 咬一咬之後 會有一絲一絲的 阿等於是直接就讓它變 一絲一絲的 我們台灣是整顆 整顆果實下去咬 然後汁 炸掉以後 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乾的 阿那是直接把它弄成乾的 對 你看 他們的容器都是用竹筒 這樣比較 你知道為什麼要用竹筒嗎 這樣比較乾燥 就是竹筒它可以吸濕 對 就是比較乾燥這樣 這個叫做正宗泰國奶奶 綠色的 這小樣 蠻牛啊 POWER POWER 這個MAN POWER POWER 這個乾燥 天氣都沒有 沒有要喝一杯 沒有要喝一杯 咦 還是我喝一杯 我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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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的Oreo 就是台灣可能要 一條可能要 二三十塊的Oreo 我們剛買了一大堆 零食 才七十塊 還有這個 喔 中毒的 泰國阿花田 補充一下能量 這個是 這個算打拋的飯 打拋豬 打拋豬 加上這個 煎蛋 好 打拋豬 加上這個 煎蛋 對 可以換那個 粉絲 對 上菜囉 我點的是辣味 就是他們 最倒地的吃法 鹹的 但是味道是好的 兩個調味料 一個是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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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說錯了 這兩個都是它 冰塊 這樣幾乎每一個 餐館 都會有像這樣子的 自助式冰塊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 自助式的飲料是什麼 沒有錯 就是 擺開水 加冰塊 買這個泰國的小西瓜 老闆 他沒有要幫我們殺喔 我們買回去自己殺 他這樣買兩顆多少錢 50株 50株 跟台灣的西瓜完全不一樣 就這樣子而已 是 19株 打開水 都會在這裡 一顆 一顆 還有一顆 看到一顆 一顆 一個 一顆 一顆 泰國全家便利商店的手 欸!師姐!我們家也怎麼買得到? 我三條都沒有 OMG好像有點甜喔 我可以自止他嗎? 喔! 我的你都從... 然後泰國的手要飲都是特別多的冰箱欸 這杯飲料可以完全體恤泰國人的精神 叫你慢慢喝 你喝越快 喝到肚子裡面的越少 因為嘴巴裡面會都...那個杯子裡面會都剩下冰塊 這個...這個電源比較機靈一點 反應很好 不會像其他電源這樣空空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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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ries 嗨! 嗨! 瑠阮 嗨! 嗨! 超 receive 我看過的東西 吃起來好像台灣的魚板 全家的微波炒麵 剛剛那個炒麵好像被他辣了一下 我現在這個飯有點吃不下 休息一下吃 因為這個炒麵看起來很厲害 這個是打烤豬上飯 如果你們喜歡喝阿花甜的話來泰國 千萬不要買Seven那種杯裝的 自己自助式的那種阿花甜 一定要買這個小罐的 因為那個杯裝真的太甜了 但是這個的甜度剛剛好 而且他們的配方不一樣 跟台灣的喝起來完全不一樣 也是可以試試看 而且你看他的包裝非常的小巧 遇到一個泰國的觀眾 就好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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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大廢 吃的 很不錯